中共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延烧 台湾系口罩国家队之后 现在呼吸器国家队有了新进度 经济部在防疫特别预算中追加预算5000万元 用来开发重症呼吸器 据了解初步团队已经组成 首波先生产100台原型机 全球至少300万人染疫 21万人不幸死亡 救命的呼吸器不够用 我们面临医疗防线崩溃 医生被迫选择到底该救谁 立法院审查特别预算 经济部追加5000万元 由于捐助工研院开发呼吸器原型机 呼吸器的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也取得那个Metronic的这些资料 那我们也很快把它完成了雏形机 那完成雏形机 那我们国内的业者也愿意 针对这个雏形机去把它先做一排排出来 台湾呼吸器国家队有望建制 经济部长沈荣金表示 已经取得相关的医事规格资料 据了解台湾原先没有生产重症呼吸器的厂商 多数仰赖进口 民间只有生产用于睡眠呼吸中止症的 洋压呼吸器 如今国家队有了曙光 也呼应前线医疗团队需求 这个部分大概有初步的团队已经有了 那现在我们是希望这100台能够去做测试验证 除了呼吸器 台湾口罩产能目前达到每天生产1700万片 经济部也规划从民间征用22条口罩产线 预计到5月中旬 口罩日产能能上看1900万片 让医疗资源更加宽裕 新大电视高建伦守卫童 台湾台北报道